距離火車站大約10分鐘左右的入程 然後我們來到了今晚要住宿的米豆文綺 然後它這邊呢會比那個租借夾車使用 而且它們外頭還有放雨傘可以借用 停車公告 然後它夾車是有籃子的 米豆文綺的愛心傘 這裡超有質感 我們進來看看 裡面的話就是都有壁畫裝置藝術 然後我覺得它大廳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米妮在那邊整理行李 我們等一下要出發去吃碗冰箱 這邊還有賣一些紀念品 這個是限量的 我以為只有在農畫怎麼去公所賣 等一下要買這個 我們房間在312 然後電梯出來右手邊的話它是有交易廳 所以如果是比較多人來的話 可以在這邊坐著小聊天 好那我們前進312 直走 然後明明已經在裡面等我了 然後這隻鑰匙 他們這邊12點過後會有 11點過後門會有空門 就要用濕濕進來 房間超大 然後都拆回來 而且房間很乾淨 太好一人一張雙人床 而且它的廁所非常乾淨 所以我蠻喜歡它那個一家是工業風的感覺 然後浴室超加分 浴室超完美 像我們這種有浴室潔癖的人 就很喜歡 就很乾淨 房間的話它有一個小桌子 就是如果買宵夜盒還是可以坐在這邊吃的 然後這是它的電視 這邊空間真的很大很舒服 然後插座垃圾桶跟鞋子 還有一些清潔用品啊 然後還有熱水器 衛生紙跟水 那這邊早餐時間的話是7點到9點半 那餐廳在1樓不需要餐卷 然後商品的話是可以 幾乎在這的 那早上11點退房 然後退房的話就是 一個小時兩百塊這樣子 板間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牆壁上都有一些畫 這真的都是人家來畫的耶 很厲害 栩栩如生啊 這個貓竟然流口水 傻眼 很漂亮 吃早餐囉 旁邊有這種皇帝啊 坐的椅子耶 感覺好高級 想做做看又怕做壞 它早餐時間是7點到9點半 東西蠻多的 有像小籠包 然後就是乳麵輪喔 台式乳麵輪 然後跟 就是脖子 培根 雞塊 高地菜 絲巾炒雙菇 這個是素食 然後就是油菜 然後跟蒸蛋 然後有兒童餐桌 然後有本水有百餐粥 餐具 肉燥耶 想要吃肉燥飯 我也蠻想吃粥的 生菜沙拉 季節系水果樹柳丁 然後還有饅頭 蛤 你就吃這樣 難怪那麼瘦 欸我喜歡它的果醬 它果醬是那種高級果醬 飲料是熱水 熱水可以沖泡茶包 然後檸檬汁 跟奶茶 欸我想喝奶茶 還要美食咖啡 好了 餐拼的話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很愛用 我會看到 粉痱 那幾個 超級鮮 超級鮮